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姊妹们平安 我想我们都很高兴 今天等于是我们Pandemic以来 第一次中英文合并在室内聚会 希望早一天所有的限制担心都挪去 我们能够再一次一起全部都在这里来敬拜祂 我想今天正好又是母亲节 我相信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 不管她还在不在 上个礼拜当我们讲到 当神造天地万物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 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我们特别说到 如果你每一样东西神造它都带着目的的话 更不要说我们造着祂的形象所造的人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已经从五个方面讲到 人特别特别的受造 还有在神面前特别的价值 所以当我们成为人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所有所扮演的角色里面 神都赋予了特别的目的和意义 当妈的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 尤其在神的家中 姊妹们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 一方面结合我们整个系列在讲十价的信息 那一方面又跟今天母亲节有关的 说老实话 我相信很多姊妹看到这个题目 说再受伸展吃苦 可能就会说 所以不管你今天有勇气坐在这里 或是有勇气今天在online上面听这个信息 我们都应该给你比个大拇指 因为生产本身的确很痛苦 我虽然没有生过孩子 但是我听他们形容 说母亲在生产的时候 好像十二根骨头同时裂掉的那种痛 或是拿鞭子连续鞭个几十个小时 我也不要吓到你们姊妹们不敢说 生孩子 前两天余师母还跟我讲 我就上报纸去看 她在CIA的调查 所以蛮准的 全世界生育率 不是少年讲的生产率 生育率最低的居然是台湾 我四十年前在台湾就是两千万出头 现在还是两千万出头 我跟余师母在台湾街头好几次看到人家推车 身头一看是一只小狗 小猫 台湾政府为了这个报告特别拨款一百亿 台币大概等于三亿美金 为了鼓励生产 为了优惠当妈的 所以当母亲真的不容易 那我今天这个题目呢 保罗原来的意思 他是对加拉太教会讲的 因为他们明明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 人是因信称义 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 但是他们却在这个根基之外 他们仍然坚持必须受割离才能得救 所以保罗说我需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直到基督成行在你们心里 所以我借着这个题目再受生产之苦 这个再提醒在座所有当妈的 不要只当你孩子肉身的妈 要当他属灵的妈 我们要为他再受生产之苦 直到基督成行在我孩子的里面 就像我们说的 如果你不向你爸妈传福音 谁去跟他传福音 你不向你自己的孩子传福音 谁向他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一定有责任 在孩子们离开家上大学前 我们真的希望基督能够成行在他们的心中 同样的我也不是只对肉身的妈 我是对所有当属灵母亲的人 神家需要很多的弟兄们 很多的单身们 还没有结婚的 都起来当属灵的母亲 因为属灵母亲的责任 就是希望把基督能够在别人的里面成行出来 像保罗在《天撒纳一家》前书第二章 他又是属灵的父亲 又是属灵的母亲 他讲到他是属灵母亲的时候 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纯心温柔 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他说我们不光要把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连自己的命给你们都愿意的 所以听众姐妹今天这个信息 不要认为只是对母亲们讲的是 对我们整个教会 所有爱主愿意服侍主的人 我们都需要听这样子的一个信息 我们现在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格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到十二节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所以不管在肉身上当母亲当父亲 或是在属灵的父母 都离不开十字架的原则 我们前两个礼拜已经讲过了 十字架的道理 对现代的人来说 认为是一件愚拙的事情 因为整个后现代的思维方式 跟生活方式都是自我中心的 怎么样子让我变得更好 怎么样子让我人生更好 怎么样子让我被接受 怎么样子让我被发挥 怎么样子让我能够做成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讲舍己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信息 这是一个不落地的信息 没有人愿意听这个信息 但是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跟弟兄姊妹说 这是神赐福给我们的最主要的管道 借着耶稣基督并祂定十字架 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自己回答 你觉得你需不需要更多的智慧 能力和祝福 这三个已经包括很多了 智慧讲到我知道怎么做正确的决定 我知道我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我知道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 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智慧 我怎么样在我的工作上 在我人生的挑战上 胜任有余 能力说到我不光有理想 有方向 有目标 我有办法达到它 我不光知道我要有爱 我要有忍耐 我要有圣洁 我真的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生活 同样的祝福更是 我们都希望得到更多的恩典 更多的帮助 更多的祝福 更多的好处 但是如果你真正把圣经好好读完的话 神赐给我们智慧力量和祝福 那一个管道不离开耶稣基督并祂定十字架 我们自己或者很多我们周围的基督徒都已经给主画了一条线 到此为止标签过来 这是足够了 我一个礼拜 我一个礼拜三次聚会 我奉献最多十分之一 别的时候不要来碰我了 我会参加三次聚会 我会参加十分之一 那就是最终的 没有更多的 弟兄姊妹 我们对救恩有一个非常错误 被仇敌 被仇敌的一个观念 让我们觉得 祂好像是不合理的一个主 其实祂整个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 要倾倒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 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 不要看讲义 应该会背的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 什么叫道路 你每天都在走路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就叫做我们在走路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路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第一个 你在走什么样子的路 第二个 这条路 合乎神的旨意吗 是神所要的 第三个 这条路早晚有路中 要停下来的一天 然后我们要回头 把我这一生 所有的日子 所走过的路 向神交账 我现在都已经65岁了 我回头看有多少的日子 浪费了 真的浪费了 并不代表我在做坏事 我自己上班非常认真的 我那时候上班 那时候我一天 不知道读多少的书 做多少的事情 属灵上也是这样 当我离开基督 我离开了祂所给我预备的道路的时候 这是我们一切混乱 愁苦的原因 所以今天上 告诉我们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实际上是我们的道路 但是我们怎么样子 可以让我们真正走在这条路上 不仅仅走在这条路上 能够完整 没有一个人可以被逼到十字架的路上 我们今天愿意甘心地走十字架的道路 甘心地愿意来侍奉神 第一 耶稣基督自己 祂的吸引 祂的荣美 祂自己的美丽荣耀吸引了我们 用自己的美德 招了我们 所以当祂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 祂看到彼得、安德烈、看到雅各、看到约翰 祂说来跟从我 这些人居然可以撇下网 撇下船 别的父亲起来跟随耶稣 你知道那个是等于整个career 整个人生 整个人的原来的生活方式 全部因着耶稣 祂愿意放下来 因为在耶稣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吸引 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气质和生命 让他们觉得这个人不一样 我要跟他 弟兄姊妹 如果你缺少这样子的经验的话 要向主要 我们的主乐意向我们行现的 愿你吸引我 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 第二个是因为祂的爱激励我们 当我们真知道什么叫属命的大爱 我们今天夫妻之间彼此牺牲一点都在记账 神老牧师说去住到别人家接待她 发现姊妹在冰箱上贴了一个条纸 常常一条线一条线 五个画一个证 或是画个五个 他问这个女主人 神老牧师说你是在记录什么 她说我在记录我老公得罪我几次 到时候一起算账 我记住姊妹我们真的不认识什么叫舍戒 如果真认识基督为你为我舍的是什么 就像今天这节经文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讲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祂替我们死 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 愿意替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实价的道路对外行人 没有真正走在其上的都会怕 不敢走 真正被主的爱碰到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甘心走 因为爱本身会带来力量带来改变的 你看我们常常开玩笑 当然不是现代人 现代人比他爱干净 以前那个人很少洗澡的 很少洗头的 一交了女朋友 哇洗得干干净净的 平常苦瓜年 严肃地要命 不讲话不沟通的 一谈恋爱唱歌了 对朋友姊妹 耶稣吸引我们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从前我没办法 不愿意的 现在并不困难 因为有个爱 基督的爱在这里 所以基督不仅仅在这里 用祂的荣美 吸引我们 用祂的爱激励我们 接下来说到 祂作为我们的生命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这个成为我走实际道路的力量 我相信我们并不是代表我们没有心爱主 我们也不是没有走过主的路 但是常常发现走着走着被淘汰了 走着走着走不下去了 要我原谅祂七次还可以 到了第八次爆发了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基督做生命 这个羔羊的生命 十架的生命 会让我们可以走得下去 所以我上次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e-bike 就是那个bicycle 你光用脚踏 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不行 但是e-bike它本身有一个本钱 就是它有一个switch 有一个按钮 你一按它有力量替你看 你如果不信耶稣的话 没有这个东西 只有一个生命 信了耶稣有两个生命 什么时候我放弃我们那个不行的 疲倦的 会埋怨的 会伤害人的生命 我放下它 我转向主的时候 这个东西要来替代我 让我自己都有让我惊讶的表现 我会想说 这不是我原来的羽红结 不可能的 这不是原来的我 你会经历到什么叫做基督替我活 对公子们一定要去经历它 接下来讲到十几世 实价经历的记号 基督的生命是我们 实价经历必然有的结果 他不光是一个人走十架道路身上一个很明显的记号 一个特点 就像保罗说的 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人都不要来搅扰我 NASB把它翻译作牌子 名牌 Brand 我身上 你的牌子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买名牌的鞋子 因为人家一看就看到了 西装还看不到 为什么人家喜欢买名牌的鞋子 因为它可以容易被认识 我在中国四十人民币 十几年前 买到了衬衫 在这边Norstrom 一百八十块美金 多年前 我买了一股在中国 40人民币 然后我回到美国 这个弟兄姊妹 当我们身上披戴基督的时候 是说披戴基督这个牌子 那舍己 不光是我们该有的记号 也是耶稣呼召门徒们的要求 他在这里耶稣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耶稣太知道了 人生所有的痛苦 混乱 伤害给人的 或是遭受的 几乎都是从这个己 这个我里面出来的 因为自我中心是一种人 天性很习惯就这样 我上次跟你们讲过 有一个女孩子到面店里面去吃面 叫了一碗大卤面还是什么面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一个女孩子到一个餐厅 买了一碗的汤 那个伴侣把那个热热的面端来的时候 她的指头居然伸到汤里面去了 这个人说 先生你的指头 他居然说 小姐安冷 我这个人不怕胖 不要担心 他甚至说 别担心 女孩子 我并不怕热的热 我们看事情 我们想事情 我们反应事情 都是从自己的眼光 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角色出发 很容易的 我们会怪另外一半 你为什么不来帮我 等到他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们不去帮我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我现在累 所以对我们识别 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问题 所以舍弃是为了帮助我们 也为了救我们 脱离这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 和思维模式 那这个改变不是一天就出来的 从跟随耶稣 你只要跟随耶稣 一定被改变 我们每一次的聚会 或是你每一次的祷告 临修 你真遇见耶稣 你不可能不被改变 我给你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路加福音从第九章 五十一节开始 一直到后面二十四章的结束 都在讲耶稣最后的一段路 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这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路 终点是他在十字架上 最后说禅了 哪里晓得当圣经五十一节讲完 耶稣就面向耶路撒冷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第一个经过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的人拒绝耶稣 门徒看了就生气 好心没有好报 要把救恩给你们 要把神的恩典给你们 你们居然这个样子 所以雅各跟约翰就跟主祷告 主你要不要我们求使降天火 把他们给烧了 好大的口气 你们中间碰到福音朋友不信 有没有这样祷告过 我爸爸的公司有一个同事 跟人家传福音吵到最后 你这个人就该下地狱 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自己不知道 对我说 你我们在福祉的事情上 在开始跟耶稣走十架的路上 当我们开始认为 我在为耶稣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是我天然救灶肉体的生命出来 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 人只来不是要灭人的命 那是要叫人得救 耶稣说我故事没有要停在这儿 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 菲利在撒马利亚传福音很多人信主 请问耶路撒冷有哪两个使徒 长途跋涉到撒马利亚去看望他们 对不对 他们到了那边去 他们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求圣灵 不再是降天火来毁灭他们 乃是求主降圣灵 降恩语来充满他们 所以耶稣生命的显出 是跟随十架的人一定有的结果 所以在这里第十节 刚才我们读过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他说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第十一节 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身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所以在这里第一个是讲到 我们主动走十架的道路 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动词是用主动式的 后半段说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这是被动式的 不管是主动或是被动的实价经历 它都带来一个共同的结果 就是使耶稣的身被显明出来 所以受苦并不等于死之架 很多人遭遇困难 遭遇苦难 但是并不代表是死之架 真实的死之架一定有复活的生命做证明 对 真实的死之架一定有基督被显出来的 1980年我碰到过几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们 他们很多都经过文革 受了很多的逼迫 但是有的人你碰到他那个生命那么柔和 那样子的像主 他从来不说自己的苦 他在那里诉说主的恩典 主怎么样兼顾他们 帮助他们 但是有的人就在那里一直强调 一直强调他受了多少的苦 觉得你们在海外太舒服了 你们不知道什么叫死之架 你们根本不认识死之架 就在这里责备弟兄姊妹们 我不是说我们不该被责备 我们该被责备 但是你却发现太阳照在篱笆的身上 跟照在一个蜡的身上 蜡就软了 篱笆就变硬了 所以很多人受苦的经历让他骄傲 让他看不起别人 但是很多人受苦的经历 是让他经历基督 得着基督 活出基督来 那如果我们真看见死架这条路的荣耀 真听见主的呼召 要我们陪他做羔羊的同伴 我们会愿意甘心地身上带着死架 就算被交于死地 那个环境逼得我们进入死架的经历 我们也一样要得到主的结局 就是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显大 我认识一位很爱主的基督 也来过我们中间传福音 那个徐华医生 他有一次讲的时候 他说他们住在纽德西 他在他的弟弟家里面养了一只狼狗 后来那个狼狗生了三十只小狗 有一天晚上突然狂风大雪淋到了 夜里面突然发生的 所以他们不知道 早上醒来的时候 那个主人马上想到狗 冲到院子里面去 他就发现那只狼狗母狗 就坐在那个狗窝的门口 完全不动 变成一只冰狗 就是一个冰狗 一个冰狗 守在那边 他把那个狗搬出来的时候 发现几只小狗还在里面 还活着 就是这个爱里面 让我们甘心 愿意付这个代价 当我们爱耶稣 能够叫耶稣喜乐 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 当我愿意 死在我身上发动 为了让别人可以得到耶稣 得到祝福 我们愿意做这件事情 这都叫十家的经历 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别的见证了 我们听到那么多很好的见证 他们虽然处在那样子的处境里面 好像客观的环境 把他们逼到那样子 可是他们里面 真的是活出基督来 我们不用去羡慕那样子 我们先从我们自己 神良给我们 今天的十家 我们开始学习 愿意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 也让基督的身可以显在我们身上 不要再去怪我们的环境 不要再去怪我们的公司 不要再去怪我们的同事 怪教会 怪pandemic 怪政府 我们学习自己 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是把耶稣带出来的人 只有耶稣写明出来 才能真正影响别人 真正改变别人 真正祝福别人 这叫十家的路 这叫生命的路 这叫讨神喜悦的路 这叫跟荣耀发生关系的路 我们现在看到第三个点 保罗说的 再受生产之苦 直到基督成行 在这里我讲到 生产之苦是积极性的苦难 为了要带出生命 属灵母亲 她重大的使命和贡献 也在于 她肯舍起 成为神家属灵生命的 培育者 直到基督成行在人心中 在这里积极性的苦难 可能大家就问说 那什么叫消极性的苦难 消极性的苦难 我想你们听 Jewerbergy我讲得更细 我这里只是简单点一下 消极性的苦难 是因为我们犯罪 因为我们得罪神 因为我们不肯扶在 神所列的律底下 而我们遭受的结果 保罗也特别提醒我们 神是千万不得的 你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犯罪 或是肉体 收到不好的结果 我们来埋怨神 为什么不听祷告 为什么不看顾我们 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 你不能喝醉酒了 开车 然后出车祸 断腿断手的 你去怪神 这种苦难 我们叫做消极性的苦难 这种苦难 我们叫做护症 或是护症 说他去看医生的时候 听到那个妈妈跟医生吵架 他说我不敢怎么样 我的儿子就是要游泳 医生说 我跟你说过 他现在耳朵发炎到这样子 绝对不能游泳 他出来的时候 他原来以为那个人 大概跟我孙子一样 还那么小 没想到是十七八岁 比妈妈还高的一个青少年 这样子的苦难 不叫十字架 这样子的苦难 没有资格埋怨神 所以我们自己犯罪 自己违背神 我们自己制食恶果 那积极性的苦难 像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的 富人生产的时候 虽然痛苦 但是知道结果 要让他喜乐 因为有一个生命诞生了 那个苦是真的苦 之前会害怕会忧愁 主都了解 所以主耶稣说的话 但是当妈妈看见生出来的孩子 那个苦就忘记了 就不纪念 这是一个积极性的苦难 我长癌症去开刀 要痛苦 但是这是一个正面的 因为他把那些伤害我的给除掉 所以保罗说 我小子们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所以你们不管养孩子也好 不管是儿童主义学老师也好 或是在神家当小组长 服侍神儿女们也好 弟兄姊妹 我们都会受生产之苦 但是我们希望没有一个人半途而废 有没有一个妈妈怀孕怀孕了三个月 说够了够了 我不想再生了 我们用各样的方法 能够安胎 能够逐月 让他生下来 对不对 你也不会坐飞机 回中国回台湾 坐了十个小时受不了了 不行了 我要下去了 开门就下去了 你必须只等到那个结果 那个目的达到了 我小学生初中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规定 初中全部要理光头 所以我毕业了以后 要去上初中之前 那天去理发的时候 我一路上伤心 走失掉道路 因为我小时候头发又黑又多 虽然没有压杀龙多 但是也是很多 没想到我那天到理发店去的时候 真的非常痛苦的经历 那个理发师二座剧 他说你要理光头 我说是 他就拿那个电动刀 从我的正面 一刀这样子直接下去 好像红海开道路一样 两边搞起来 中间一条路 然后全部人都在笑 我已经很痛苦了 又被他们嘲笑 我不能拔腿就跑 对不对 我出去的话是 我已经有很痛苦的经历 然后他甚至乱惹我 但是我当时不能离开 我不能只脱出 我只能脱出 对话 我们要不甘心 土产不熟而落 你看那个树 土产不熟 这是以利沙的故事 那个果子长长长 还没有熟一点点掉在地上 以后没有了 主耶稣讲撒种比喻的时候 讲到撒在荆棘里的 路加福音第八章的解释 就是他们也长也长也长 只是荆棘把它挤住了 就截不出成熟的子力来 没有得到主的结局 该有的结局 所以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今天的信息 要填在这 我真的知道 我们都是在 都在为主受苦 尤其我们今年中英文 甚至青年族 我们都开始了 新人门徒训练 我希望我们不要落在外面 跟肤浅的层次 说说谈谈 更多人是在基督里 在石架的里面 我们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学习 当死真在我们身上 发动的时候 生也要在别人身上 发动 最后结束在我用过的一个比喻 孩子小的时候 我跟他们看动物片 动物的介绍 有一种虫 长得很像蚯蚓 当它到繁殖的时候 要开始延伸下代的时候 他们的蛋 必须在鸟粪里面 才能够 浮化出小生命来 所以等到它开始 繁殖的时代的时候 那个记者 罩在那个海边 那个沼泽旁边 这些所有的母虫 一个一个把头伸出来 伸得高高的 让鸟来把它吃掉 他知道 如果死不在他身上发动 生没有办法在这些蛋 在他的孩子身上发动 真的 神的永人和神性 借着所有的东西 都在对我们说话 好好爱我们家里的孩子们 孩子们好好孝敬你们的父母 我告诉你 你不要只觉得父母不好 将来你的孩子 不会比你好到哪里去的 你要想一想 二三十年之后 你的孩子 弄这样子的态度 或是更恶劣的态度 对待你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都需要让基督的十字架 在这里 让我们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好像神将满了生命 而且满了生命的传承 难怪保罗说 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顶十字架 我们一起唱三百八十首 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四节 这首诗诗歌 说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 虽然这个题目可能会让我们里面觉得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一条路 但是我刚才说过了 这条路一点不孤单 因为我们是陪着耶稣走 耶稣陪着我们走 这条路充满了爱 耶稣爱我 我爱他 这条路充满了生命 走在旗上不再是我 都是基督在我身上被显明出来 走在旗上充满了祝福 耶稣透过我们 像Channels一样 流到周围的人 我们唱第一节 第四节 好 我们唱第一节 第四节 是指甲的道路要牺牲 要将一切牵牲 将一切放在世的祭坛上面 我才在这里显现 我才在这里显现 这心是家囊路 你愿佛中将歌 你真不名是家围的主 你真不贴 别生地人 对神不明是家围的主 Stats of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 当我们有几位简短的待我们祷告之前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有个祷告 到底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对你对我是什么 它只是一篇道呢 还是一个吸引我们控制我们一生的一个伟大的救恩 在跨出教会的门之后 在你我最平凡的人 被最平凡的生活 最熟悉的人中间 十字架还在不在 我在说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苦 受苦不是十字架的目的 基督才是十字架的目的 你的孩子需要你 你的丈夫 你的太太需要你 你的爸爸 妈妈需要你 你周围的人都充满了对耶稣的需要 我在说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 是我们一切智慧 能力和祝福的源头 当师哥问我们你是否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 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说 是的 主 我在这里 呼召我 吸引我 一辈子走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有机会 简短地带领我们祷告 中英文都可以 Maybe some brothers and sisters can lead us in prayer Yes, Lord, we praise you Lord, sometimes it seems we do not understand your love Lord, today when we meditate upon the price the sacrifice you gave on the cross touch our hearts so that we understand your love Lord, oh Lord we are here to answer the calling of your love and Lord, as people who gave ourselves to you already and Lord, have us to be to be true before you we thank you, Lord in Jesus' name Amen 主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使得因着爱 你走在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今天真的怕不得 让我们在基督的受苦上 我们能够也有份 今天有多少的人 能够何等的需要你 真的怕不得 耶稣的死 能够在我们身上发动 可以让更多人 能够认识你 得到这个全新 这个活的生命 谢谢赞美主 Amen 主 我们的心谢谢你 我们能爱 是因为你先爱我们 我们能走在十家的路上 是因为你亲自在前面带领我们 我们有力量能够跟随你 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 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所有听到十家信息的弟兄姊妹们 不管世人以为十家的道理多么愚拙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它永远是神的智慧和能力 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为了这事 这是我们的名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